三秦都市报三秦网讯由中共五补县委宣传部 陕西省政协各界导报社 陕西金石人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设置 陕西金石人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陕西景浩泽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神木士迭恋花文化传门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一把挂面》 于今天上午在西安博来影院举行电影 上午时00电影开始放映 但不少观众就00左右就来到影院大厅等候 新闻媒体早都报道电影《一把挂面》 今天就是慕名来看《一把挂面》了 一位观众感慨地说 制片人张景主演 周金平老年根根扮演者作曲 穆拉特谢利扎提剪辑《初中医美术》 《不亚风》插曲《一把挂面不灵脉》 演唱着《王红梅》插曲死死活活相跟上 演唱着杜瑞霞制片主任 新冠军影片放映前 本片制片人和本片部分主创人员登台和观众见面 制片人张景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他说 这是一部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族风情表达 接地气的影片 讲好陕北故事 也就是讲好中国故事 本片以当地人演绎当地势 演员以当地的本乡本土的演员为主 甚至有许多非专业出身的演员 他们表演朴实自然 非常本色 影片中人物以陕北话对话 主体口语原汁原儿 影片放映自始至终 剧场出奇的安静优美的画面 那妙的音乐富有陕北地道的风演 幽默风曲 青年实力派独唱演员赵大帝演唱主题曲 三根挂面拜天地 陕北著名民歌手王洪梅演唱的片中插曲 一把挂面不另外 著名陕北民歌手周京平演唱的片尾曲 歌坛实力派新秀周林 杜瑞霞演唱的插曲 死死活活相跟上 被誉为中国民间的活化石的陕北说鼠 大放异彩 美不胜手 使观众尽情地享受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视听盛宴 电影放映完后走出剧院 一位观众感慨地对本片一位主创人员说 无补张家山的挂面好吃 你们的电影一把挂面也好看 观众对这部电影普遍予以充分肯定和赞许 观众对本片具有浓厚民间风格的简直海报 大家赞赏 认为很有创意 有品味 该聘2018年获第15届世界民族电影节齐名奖 本届电影节唯一入选的陕西本土题材的影片 2018年5月8日参加第71届嘎那电影节 并在中国观展映 2018年7月21日 荣护第6届加拿大温哥华国际华语电影节 《红封叶多元文化》奖 《红封叶多元文化》 《红封叶多元文化》